赵露丝暗中演过多少角色 不要只认识陈芊芊 最后才是演技巅峰 现在大家应该对赵露丝的名字都不陌生了 虽然她只是1998年出生的女明星 但出道没多久就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 名气堪比很多当红明星 小红花 赵露丝出道后 她出演的大部分影视作品 都相当精彩 尤其是古装搞笑组合题材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她出道后 到底演了多少角色呢 毛泥布 可能最近大家只知道陈芊芊这个角色 但最后一个角色是她演技的巅峰 只有真正的粉丝才知道 凤秋黄中的马雪云 在当时播出的时候 也是非常火爆的 但是赵露丝当时的热度并不是很高 所以在这样的影视作品中 只是客串角色而已 虽然在这样的作品中只是客串配角 但她与主演的合作也不少 所以这部作品中有很多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长相甜美 但在这部作品中 她饰演的是反派 整个人都感觉有些不妙 《蓝囊传奇》中的叶云长 在这样一部影视作品中 她饰演一个一家千金的角色 除了对医学的研究 她也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女孩 因为在参与这样的影视作品的时候 赵露丝在里面的颜值非常好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她是最了不起的古装女神 不得不说 她看起来很精致 不管是穿什么都更美 还有最近热播的陈千千 在这样的影视作品中 她饰演编剧 却意外进入了自己本本的角色 所以陈千千也发生了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正是因为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赵露丝的人气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不断地提升 不得不说 赵露丝也是靠自己的努力 走到了这个位置 之中 最后 大家都知道 《我的皇帝陛下》里的洛飞飞 其实赵露丝就是通过 这样一部网剧走红的 她就是这样 一部作品播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她的洛飞飞很喜欢 所以在这部电视剧中 她的演技已经达到了巅峰 所以她很喜欢赵露丝的粉丝 不光知道最近刚开播的陈千千 她还当过模特以前的 有这么多经典角色 你怎么看 赵露丝新剧 《不能偷偷摸摸》完结 24岁生日照曝光 双喜临门甜笑 偷偷摸摸是改编自 诸极同名小说的青春偶像剧 由赵露丝 陈哲元 马伯谦等明星主演 讲述丧直 赵露丝是 在学校遇到麻烦 要求弟弟桑妍 马伯谦事 的好友段家旭 陈哲元氏 去学校读书的故事 见到老师 从此结缘 开始了一段甜蜜的爱情故事 11月7日 该剧完结 微博晒出赵露丝 跑花的照片 偷偷摸摸 可以说是微波鲜火 照片在拍摄过程中经常更新 两位主演从学生时代演到社会 两段高天吻戏也率先曝光 最后一张照片中 赵露丝身穿灰色西装外套 搭配白色休闲裤 长长的辫子 显得清诚可爱 从照片可以看出 赵露丝看起来很开心 陈哲元和马伯谦也给了大大的拥抱 便是剧《三千压沙》中的好友江依依也特别惊喜现身 11月9日是赵露丝的24岁生日 他在微博晒出了刘公哥生日的照片 照片中 他留着一头长卷发 黑色长裙 笑容甜美 既是功成俊功 又是生日庆典 赵露丝可谓是双喜临门 祝剧情火爆 赵露丝24岁生日 美照晒晒黑裙 CP粉积极恭喜五雷九 我数了数从力称到今天在各个平台播出的集数 却发现跟陶场比起来 简直就是吃饺子 一步一步的 可以说鹅场的剧情发展是相当缓慢的 21岁影单中的大型古装剧《梦华录》之后还没有全面播出 心寒锦秀 很快就拿到了一件装备 却因为最后一件被赶到了货架上 后期未完成 直播模式下不敢多加 结果网络时长增加 该剧实际上承载了暑假平台 心寒节目结束后 玉谷摇摇 还没审核 平台上的补语市场突然停了下来 不过还好 只要你能玩 你就开心 赞称心寒灿烂 是这样的 现在是11月了 该节目可能仍然在网络热榜的前十名 你要知道 Shiny Your Winter Nights 在它之后还在播出 能做到这样的续航 一方面是忠实粉丝 另一方面是口碑不错 吸引了不少新粉丝 不管是什么 都证明这部剧在内容上确实不错 心寒辉煌 花样大 成少少年 屏外CP加成 毋庸置疑真的很棒 在《夏三》中 陈祥夫妇走进了一个传统的童话轮回爱情故事 常规但也真诚 两位主角为故事增添了太多 苍蓝夫妇主打爱情与和平 感情的救赎 于舒心的小兰花 王鹤的东方秦苍绝对适合选角 星光灿烂 也是如此 一对疑似商界夫妻的成长 让人十分激动 一个冷面的地狱王 充满仇恨 却终于懂得温情 一个渴望自由的弃子 经过多次挫折 他终于能够确保与亲人的安全 原文有深刻的含义 对土地和家庭的仇恨 以及人们处理的困难 男女主的虐恋 在剧情上的适应度很高 戏外 夫妻关系也时常断断续续 谈到剧目成功 业内人士都明确表示 CP红利巨大 的确 从乌鲁克多次紧追不舍的事实来看 吴磊和赵露丝的名字 现在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 在赵露丝24岁生日临近 吴磊依旧没有送上祝福的时候 不少网友当场催促 赵露丝晒出黑色吊带裙美照 笑着庆祝自己的24岁生日 吴磊几乎没有动态给女伴送祝福 11月的美女太多了 杨子说 3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 后来 赵露丝迎来了赵露丝 24岁的子欣 很适合孟子 生日会的背景花是紫色层层排列的 桌上有四个搭配的纯色蛋糕 满满的少女心 在朋友们的祝福下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吊带裙 开心地笑了 有时她转身对着镜头微笑 有时她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时 让镜头捕捉到美丽的场景 荧幕上的她总是带着可爱的笑容 而这一次她也成功地用笑容 营造了全场的气氛 虽然不是视频 但这些照片显示了她的快乐 毕竟这一年 她真的收获不少 不仅剧中 无痛的明星成就 就连她自己的CP也再次出圈 在生日评论的前排 基本上出现了两个头像 CP粉在这方面非常积极 前面有近30条热屏 都是CP粉 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中 吴磊在网友的催促下 依旧没有动 显得有些不完美 但其实好的一面是 吴磊不太可能给自己的账号发祝福 出道这么多年 除了给杂志品牌庆生 还给陈坤这样的前辈送上祝福 言情剧的女星基本都是开店的 而且打开的时候 还是以剧中的名字来判断的 在和赵露丝交流的时候 我提到了成太太 后来艾特周宇童也在剧中使用了梁又安 现在的年轻演员大多是这样的 除了必要的直播 真正的CP是不会被吵的 赵露丝身穿路肩连衣裙 故意拉低领口 看到效果后 这天鹅井无敌 赵露丝长相甜美 圆圆的娃娃脸十分讨喜 她饰演的大部分女主都是傻傻甜的 可能有点讨厌 但她似乎有天生的优势 很擅长营造代入感和CP感 总能把这些角色完美演绎 所以是也深受观众喜爱 现在已经成名的赵露丝 经常被邀请参加活动 因为她的穿搭风格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最近 她的鹿金群款式备受关注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她的穿搭 赵露丝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女艺人 她有着初恋的脸庞 被很多网友称为初恋女神 她的笑容纯洁甜美 不会太迷人 当她现生活动时 变子的发型掩饰不住甜美的气质 配上清纯甜美的笑容 更是美得不可方物 成为当红女明星的赵露丝 也越来越敢穿了 虽然这次她穿的是鹿坚裙 但还是故意把裙子往下拉 让整个造型更加性感撩人 不得不说 赵露丝的天鹅景 还是很有魅力的 秒杀娱乐圈的很多女艺人 这件白色的裙子 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加上和夜边的蕾丝设计 更能凸显淑女的气息 也难掩赵露丝内心的少女魅力 包屯裙 也给人一种宽松的感觉 秀出的修长眉腿 十分让人羡慕 这一次她还穿了一双 闪粉元素的高跟鞋 造型时尚又稀奇 不知道大家喜欢赵露丝的穿搭吗 连衣裙的造型也很适合赵露丝 粉色的选择凸显出甜美之性的感觉 难掩赵露丝心中的少女感 抹胸的款式 很好的突出了她的香肩和锁骨 展现出来的天鹅景 还是让人羡慕的 这条裙子的裙摆很用心 前短后长的设计 完美地凸显了她修长的双腿 也让造型更有层次感 性感撩人的魅力立马呈现 高跟鞋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 打造风格气质和女神风范 白色的连衣裙 让赵露丝显得非常知性优雅 修身版型也会起到修饰身材的效果 完美地凸显出她的身材曲线 这样匀衬的身材 是直男们的最爱 脱地的裙子 会让造型更加优雅滑贵 尽显淑女气息 将黑色西装外套直接搭在肩上 也会凸显淑女气息 满眼高贵优雅的魅力 果然 如今成名的赵露丝 越来越有女神的魅力了 明星们的私服也更受关注 赵露丝选择的猫纹毛衣 非常甜美简灵 和Leggings很搭 也凸显了她纤细的双腿 黑色短靴也是秋冬必备的配饰 可以修饰腿型 让造型更加酷帅 羊高毛大衣也很薄暖 是近几年很火的单品 让赵露丝的身材更加的温暖 亮黄色的手带提亮整体 彰显青春亮丽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赵露丝这身穿搭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